來 關心天氣 今天各地來講的話 都是多雲到晴 相對穩定的天氣形態 那目前這個海神颱風 它已經是以強台之姿 持續的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對我們台灣來說 它距離我們有1000多公里 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東半部地區 氣象局有預警 關於長浪的部分 因此東半部的浪 稍微是偏大了一些 而對我們來說 隨著颱風持續往北來移動 今天 明天 後天 風向都是比較偏北風下來 因此對我們來說 這個北部地區感覺 高溫不再這麼的炎熱 大約是在32 33度左右 那另外就是在被風測的部分 尤其像是今天的高溫 出現在宜蘭 就是因為被風的沉降關係 造成最高溫出現在土場 是在35度左右 但是明天後天 都還是類似的天氣形態 因此在東半部的迎風面 像是在基隆北海 以及東半部的沿海地區 比較容易會有些的 局部短暫震雨發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降雨趨勢的部分 在今天來講的話 各地晚上到明天的這段時間 東半部沿海 有一些零星震雨 主要在台東的海岸線 那在明天白天的這段時間 像是在花蓮的山區 台東地區 同樣以示迎風面 會有一些的局部短暫震雨 另外要提醒的是 包含了中南部的山區 午後也會有一些對流作用 發展起來的局部短暫震雨 但是雨勢都還是比較偏少一些 主要是不是北邊帶下來的這些空氣 還是比較偏乾燥的關係 那我們從地面天氣圖 繼續帶大家來關心 未來幾天的天氣狀況 在明天後天 都還是受到了颱風往北 帶北風進來的關係 各地天氣多雨到期 那在溫度的部分 小幅度的下滑 那到了星期三 星期四開始 隨著整個的颱風 已經往北移動了 南方有些的水氣開始抬進來 那各地轉為比較偏有 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氣形態 尤其在中部以南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大雨發展 就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來關心 未來一周的天氣趨勢了 星期日 星期一 受到了東北風的影響 因而溫度的部分 小幅度下滑之外 各地多雲到期 下個星期二到下個星期五 主要南方的水氣抬進來了 北部地區也會有一些 短暫震雨的機會 高溫在33度 南台灣會有震雨或是雷雨 高溫在32度左右 而到了下個星期六 南台灣的天氣 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相對來講 北部地區大約是 多雲到期的天氣形態 來關心明天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明天在北部地區 高溫大約是才30到33度左右 多雲到期 天氣晴朗 中部地區明天同樣 也是晴朗的天氣 高溫在33到34度左右 南台灣明天的高溫 則是在33到34度 三區有些局部震雨的積櫃 東半部地區明天宜蘭晴朗 花蓮雲量比較多 台東是午後有些震雨的積櫃 高溫在32到35度 而在外島地區天氣都是滿好的 高溫的部分大約在31到35度 今天的志願看天氣 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在東半部地區剛剛有提醒到 有長浪 有機會來到3到4米浪高 在海邊活動 海上活動 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另外在降雨的部分 我們注意到像是在各地的山區 以及東半部的迎風面 都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主要你要前往山區的話 還是要注意路況 記得攜帶雨據 我是陳志根 廣告回來 請您持續鎖定中視新聞 在香港人互相約 我們下次見 請來